民众情绪激动 因为他到小航的招呼站排班 却遭其他小航驱赶 急着帮自己争取权益 眼看遭驱赶的司机理直气壮 对方才赶紧关窗 不再理会 而这起冲突 18号晚上10点多 就发生在高雄小港站 户外的计程车招呼站 而且经过了解 不少人都有同样遭遇 白天从回现场 可以看到招呼站 大部分的车子 车顶灯都写着R3小港站字样 似乎是当地的专属车队 因此其他小航进来排班 就可能遭到驱赶 原来小港站的司机规定 只有招呼站没车 其他司机才能排在第一辆 否则就不能进入排班 因此现场除了第一辆车 不是当地车队 其他就只能排在远处等待机会 但交通局说 潜规则根本不是规则 因此除了机场或高铁站 属于私有专属场地 不能随意排班外 公共道路就没限制 包括捷运站 各个火车站 以及景点的招呼站都能使用 否则警方货报规券不听 还可能触犯刑法的强制罪 可别为了生意 因小失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